好的 各位景仙早安 家人们早安 业力讲师早安 大家欢喜来读圣训 让我一次次与先佛更亲近 感谢先佛教导我幸福的道理 给我提取太和正能量 让我全身充满太和元气 这是幸福满满的修行功课 也是心灵提升的美好之良 愿一切都平安吉祥 愿世间都和平安康 感恩上天的慈悲 感恩上天的慈悲 今天我们要继续来到的是百孝经圣训 信中训的第七十句乌鸦还补 孝亲言 这一句圣训是由四位先佛合力来完成 我们技工佛佛老师 还有蓝采荷大仙 以及李铁拐大仙 还有蓝萍道记 合力来完成这一篇乌鸦还补 孝亲言 韩蓉来帮我们读一下题 乌鸦帆补孝亲言 今知社会 因细故而弃养父母者 四不以背孝为义 殊不知乌鸦上知返补 沉欢兮下 何以人儿不如鸟乎 好 乌鸦还补 高杨贵如 禽兽都知道孝顺他的父母 那可见人 如果不晓得孝顺父母 那真的是情瘦不如 好 我们来读一下圣训的内容 乌鸦还补 孝亲言 说孝道 人皆知 孝替行者几人时 养而成 世护士 天经地义而孝之 论养亲 先养之 而能显亲大孝志 花至心 行于外 敬孝父母在日日 言辞在 不远出 由必有方告亲之 此青年 当小知 亦报亲恩兮卧食 立此身 行大道 操拔父母趁此时 万善言 孝开端 欧入弃亲 丧良知 师 高杨贵如 寇亲恩 乌鸦还补 抱慈亲 畜生且知 浩天恩 为而岂可施人伦 性成 孝有本 天性 而当环谱 孝亲心 敦成 存良 孝庭讯 教妻子同 孝益贞 撰写 孝文 孝歌颂 孝念可登五福门 好 我们来分段了解一下 说孝道 仁皆知 讲到这个孝道 是每个人叫做三岁小孩都知道 有时候不见得八四王做得到 孝涕行者几人死 所以实实在在把孝涕之道做到的 又有几个人呢 那养儿成 四户事 把 儿女 扶养长大 儿女 孝顺父母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 这父母养育 儿女长大 那儿女长大之后 这个孝顺父母就是理所当然了 叫做天经地义的事 所以 论养亲先养子 谈到奉养酸心 要先养亲之子 就像以前的真子 他养他的父亲就是养子 真子的儿子呢 养真子 那就是口体之养 所以口体之养就是只有提供温饱了 让你吃得饱 穿得软 其实我们养亲兽也是如此 所以如果不能够养智 那跟养亲兽有什么差别呢 儿女 显亲大孝志 这个显亲呢 就是立身行道 建立功德 显扬父母之名 让父母得到人的尊敬 那才是尽了大孝 发自心 行以外 敬孝父母 日日在 在日日 所以所谓的孝顺父母要 发自内心的那份真诚 实行在外 而不是装个行事 要成一中 行以外 而且要每天每天 不是偶尔这样子 日日时时 孝敬父母 延迟在不演出 由必有方 告亲自 延迟就是父母了 父母如果在 不演由 由必有方 如果真的要去很远的地方 应该要跟父母亲禀报 让父母亲知道 以免父母担心 那一定要把自己的行程 告知父母 而且每天报平安 那这样是最好 慈青年 当小子 所以父母的年龄 慈青年 就是父母的年龄 应该要知道 义报亲恩兮卧食 所以要赶紧把握时光 尽孝报恩 立此生行此道 操把父母趁此时 如果父母亲已经归空了 那我们就更是应该要好好修 要立身行道 希望将来有机会操把父母 因为孝是万善的开端 所以叫做万善缘孝开端 欧入侍亲丧娘子 如果对父母亲不孝 甚至忤逆父母 还有殴打父母 辱骂父母 或是杀害双亲的人 那真的是丧尽天良 将来要下最底层 十八层的地义都有可能 因为他这样子的话 就勤受不如 施阳高贵乳扣亲恩 想一想 高阳贵乳以扣谢亲恩那种 勤受都晓得要报亲恩 跪下来扣谢亲恩的那种样子 这个叫做高阳贵乳 乌鸦还谱抱持亲 乌鸦呢 他小的时候呢 乌鸦的母亲喂养他 长大之后呢 这个小乌鸦长大了 也会去选吃的东西来奉养 来报答乌鸦母亲 这个年老了可能飞不动了 所以这种乌鸦还谱 报答父母 这是秦寿且知浩天恩 为耳其可施人论 如果我们看在眼里 这些秦寿都知道要报答秦恩的浩大 所以为人子女 身为万物之灵的我们 那岂可 上师轮长呢 轮离刚长 所以 信臣孝有本天性 而当环谱孝亲心 所以孝顺父母有爱兄弟 本来就是上天所赐给我们的天性 所以孝道是一种天性的花灰 所以子女 礼当回馈孝敬善情 以敦厚 沉净 纯真 善良作为佳性 所以这个敦 沉 纯良 孝庭信 所以有好的家风的传承 庭信就是有点像家风的传承 交期子同 孝义真 还要能够产阳真义 教导妻者而你能够尽孝道 这个就是家风的传承 能够一代传一代 而你都晓得要尽孝 孝道 那这样子只孝孙贤 撰写孝文 孝歌颂 能够这样子的话 将来后人也会把这个家 行孝的道那种道理 转成文章歌谣 然后来推行孝道 做榜样 孝恋可登五福门 如此念念是孝 孝恋就是每天所思所言所行 都不离孝 只要父母今在就要赶快进孝这样子 足以让五福降临家门 五福临门 好 最后我们再请业力讲师 把我们整个读一遍 乌鸦返鼓孝亲言 说到孝道是人人皆知 但是能实践孝替知道的又有几个人呢 父母养育儿女长大成人 儿女孝顺父母也是天经地义之事 谈大奉样双亲必先养亲之志 而子女能行功力得显良父母之名 才是尽的大孝 发自于内心 此行民外在 日日时时孝敬父母 父母在不远游 以免父母担心 若必须远行 一定将自己的行程禀告父母 父母的年龄应该知晓 赶紧把握时光 尽孝报恩 若父母已归空 更要立身行道已操拔父母 孝视众善之开端 殴打辱骂或杀害双亲的人 真是天良丧尽 情瘦不如 想想高杨慧如已寇献亲恩 乌鸦满谷已报答父母 连畜生都知道亲恩浩大 为人子女 岂可丧失伦理刚长 孝顺有爱 本是上天肆予的天性 子女已当回馈孝敬双亲 以敦厚 成敬 纯真 善良作为家训 惨发真意 教导妻子儿女同敬孝道 将行孝的道理 转成文章歌谣 以推行孝道 如此念念是孝 足以让五福降临佳能 好的 感谢 我们接下来要 来到我们的恩师以路 那今天我们继续昨天 白羊修饰应有的心态醒世 素如来帮我们读一下 白羊修饰应有的心态与醒思 心如果越来越美 脸就会越来越漂亮 平常你们有照镜子的习惯吗 有觉得自己的脸好看吗 你的心如果越来越美 你的脸就会越来越漂亮 为师相信 不用为师说 你们还是会天天照镜子 不过为师要你们照镜子 是希望你们每一天 都要看一次自己 问问自己 我今天有没有去我心中的苦 让我的脸像不再那么苦 我今天有没有做菩萨事 让我的脸像有菩萨像 这是为师要你们照镜子的原因 每天都要问自己这两点 这个很重要 我们看佛华老师真的很慈悲 他知道有一些 虽然在道场中每天在修 但是修得苦瓜脸一样 有时候脸人家一看就会知道 如果我们心中满是苦 脸就会写着一个苦 所以一定要让心充满了菩萨能量 每天照照镜子看看自己 是不是越来越美 如果我们都在做菩萨的事 我们的脸有菩萨像 那个是最美的 并不是年轻人就一定美 有时候年纪越来越大 但是因为有菩萨的事 菩萨的能量在做在行 那也是一种美丽的菩萨 所以照镜子要看的是 自己的脸是不是 越来越有菩萨像 还是说脸还是一样苦瓜脸 所以佛佛老师要我们记住这两点 那个苏珠帮我们读一下这一段 白羊修是应有的心态与行思 相信你在道场所有的付出 会带来结果 你相信你在道场所有的物质 你相信你在人间所有的努力 你的相信会为你带来结果 你怀疑你在道场的奉献 你怀疑你在人间的修为 你的怀疑会为你的修行带来瑕疵 不要事事都贪图方便 有时方便是必要的 有时方便是惰性 太过于贪图方便 并不会扩大你生命的界限 只是更扩大你难度的婚也而已 好 修道最重要要有那份信心 对自己 对上天 对诸佛菩萨所说的真理 对圣贤所教导的真理 这些信念信心非常重要 那有了这个信心 我们才会相信在道场所付出的 我们才会相信在人间所有的努力 才会相信有其努力付出 将来一定有好的结果 但相反来讲 佛老师很慈悲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连我们自己在道场的付出奉献 都感到怀疑的话 那等于说我们是在怀疑我们自己 对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都在怀疑 那还有什么不能怀疑呢 那所以如果心中有一个怀疑 一定要赶快讲出来 或是多请教前嫌 或是把自己的怀疑 能够找到适当的方式 把它弃除掉这些疑力 不然呢 这些怀疑疑力就会带来瑕疵 这个佛老师跟我们讲说 这个要有充分的信心很重要 这个心态上一定要有十足的信心 好叶利讲师来帮我们读一下 白羊修饰应有的心态与省思 运用你的智慧 让别人也拥有智慧 生活过得顺 道心要更振作 上帝给你们这么好的生活环境 是希望你能够将你所拥有的福分 分享给福分少的人 上帝给你智慧 是希望你运用你的智慧 让别人也拥有智慧 福大量大量大福大 如何牺牲就如何获得 这两天的道义真理 如果你用心听 将使你再往后修办到 获得全心全意的听恩讯得 如果你无法信受奉行 你生命该承受责任 一样要自己去承受 成熟人要做成熟事 不要再像过去那么幼稚 好吗 好 感谢佛老师慈悲 提醒我们 生活要能够有道的内涵 首先一定要有道心 道心就是佛心 所以佛老师说要我们道心振作 就是把我们的那个佛心 那个菩萨能量发挥出来 在生活当中 只要有道心佛心的能量 发挥 自然而然生活 就会过得很顺 其实我们的外在环境都很好 只是我们为什么有时候会活得不快乐 因为我们不晓得分享 不晓得付出 把自己的福分分享给人 这样子的话 自己就会得到更多 把上帝给你的智慧 分享给别人 别人也希望拥有智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讲一些道理给他听 把你领悟的道理讲给他听 他能够信受奉行 法喜充满 哇 这个也是让别人拥有智慧 你自己会更有智慧 福大量大量大福大的意思也是这样 付出的越多 你所得到的会更大更多 如果我们对于上天 像佛老师跟我们耳提面面 经常给我们教导的一些道理 我们不只是放在心上 而且要全心全意的 信受奉行 不只如此 还要把它分享出去 该承担的责任要承担 那这样子才是成熟人要做的成熟事 感谢佛老师的慈悲 那接下来呢 我们是佛佛老师要跟我们讲 修道是不断的自我调整的过程 所以修道的修就是这个意思 不断的自我调整 包括我们前面讲的心态的调整 还有我们所作所为日常生活的调整 所作所为的调整 这些都是修嘛 修正之极 调整就是修正 素儒先帮我们读一下 修道是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你们来此班是带着哪种心情 抱持什么态度 存着哪种思想而坐在这里呢 你的心情会影响你的修道人生 你的态度会影响所有天时道运 你的思想会影响所有后学众生 现在门心自问 你的心情态度思想都正确吗 所以佛佛老师首先要 所有入班的弟子 这些撒图儿们 门心自问 先调整一下 门心自问是要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的心情 调整一下我们的态度 调整一下我们所想的 一些思想观念 这些是不是都正确了呢 因为这个会影响到我们 心情影响修道的人生 态度影响天时道运 思想影响后重后学 你看这个影响有多大 尤其在前面的人 对我们的影响就很大 数珠来帮我们读一下 就倒是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从你们承担责任到今天 你觉得你是向前这种 还是倒退这种呢 外在怀境因素促使你必须向前走 但在同时你的心是不是向后转呢 一个家如果破裂了 会不会毁灭呢 会 你们希望你的家是完整的 还是破裂的呢 完整的 大家都是关怀道物的人 在承担责任时 第一个要关的是自己的心 若你不能关自己的心 你必定听不到无形 借众生的呐喊 你更听不到三界鬼谷的呼唤 好 第一个要调整的是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态 所以要关自己的心 这个关自己的心就有点像 新经讲的关自在菩萨 除了关我们的自在菩萨之外 还要关无形的众生 意思就是说 我们不能只是为自己 我们还要为天下苍生 为无形借苦难的众生 所以有时候我们 你看我们宋米勒真经 我们是最有效 等于说最好的一种 回向给苦难众生的 这个就是一种 我们除了关自己 还要关照无形界的众生 如果我们有这样的心 就会听到 很多无形界众生的呐喊 那一种 他们可能很需要 很需要我们给他 这样子的一种回向 所以他那一种呐喊 所以也能够听到 三界鬼神的呼唤 所以佛老师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一定要 在心态上先调整一下 今天能够有所承担 能够向前走 就是因为 我们有那个完整的 勇敢的去调整自己 不断的去往前突破 遇到了困难 不要怕 这边讲到说 一个家如果破裂了 会不会就毁灭了 会 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团体 也许遇到了困难 有一点好像要破裂一样 就好像一个家 本来是完整的 那现在要破裂 所以大家要赶快 好好的 做一种调整 所以这里有一点 也是在讲说 一个团体一样也要调整 一个道场 有时候也要不断调整 有时候不是个人调整而已 整个都要 当然 一定每个人自己的调整开始 才有办法去带动别人 业力讲师 帮我们读一下 就道是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当一个承担责任的 漠视这些听不到的声音 在形象上似乎是有担当 但在你的本体当中 你就是一个不忍者 作为与内心的不符合 让你产生情绪上的拉锯 也就是造成 你们现在所看到的套路 这三天 你们要关心的是 你的心 道亲的心 鬼神的心 仔细的听那些 你忽略已久的声音 更要认真的问自己 你在道场所付出 所思考的一切 是你的理想 还是你的愿意 还是你的欲望 好 所以呢 我们调整自己 不只是自己的提升 最重要就是 我们要去关心更大的 更多的层面 所以这边佛老师说 不要默示那些 听不到的声音 以前我们可能只想自己 没有去关心到 包括自己的家人 包括自己的道场 甚至包括很多无形界的 那如果我们对那些都不关心 那就是一个不忍者 那我们也没办法跟他产生一些感应 讲到这里 像这一次在日本的东京 有一场半道 让佛学感受非常的深 表面上我们看到 哇 这些日本人 能够来求道非常好 你看到他们求完道之后 那种感动 在那边跳很高兴 那边抱着你感动的哭了 这样子 那我们看到这样的荧幕 我们就有很深的感触 我们可以感受到 在背后有一股很强大的助道力量 很可能就是 我们知道最近日本也有 所谓的圣德太子的求道 它是日本的道场发心度了一千人 功德回向 像这样子的一种功德回向 这种无形的力量 就很大 就是我们如果用心去体会 去倾听 这背后一定有很大很大的 那一种无形的力量在那里 然后因为这样子 所以他们要来大方助道 要来大方助道 所以那个感应就特别深了 所以佛老师在这边告诉我们说 我们关心的不能只是我们自己 他说你要关心的是你的心 道亲的心 鬼神的心都要 那仔细听 那一些已经忽略很久的声音 更要认真的问自己 我们在道场中的付出 所思考的 一切你的理想 还是你的艳丽 还是你的欲望 还是我们个人欲望的满足而已 还是我们真正在为我们的理想在实践 再为艳丽 再努力 素如来帮我们读一下这一页 修道是不断自我调整的过程 排阳期的开拓开始 没有任何个人理想与欲望 只有一份对天的精神与艳丽 在这三天不要用你过去听道理的习惯 来接受这三天的一切 唯有进化自己的欲望 改变个人的理想 升华为一种愿力与精神 你才能够在这三天 看到一条属于全体的路 你才能找到在排阳期 你应尽的本分 其实路斑就是一个 自己沉淀 自我调整一个最好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 这个叫做进化自己 进化自己也很多 我们很多的烦恼欲望 这些都要进化 就是我们心里面老是有很多的 放不下的那种压力 一种还情事物困住了那种感觉 好像都放不下这些 那也没办法 这个时候呢 有机会来入班 那就是一个应该要放下 稍微调整一下 不要每天就为这些事情 在那边忙忙碌碌 进化一下自己 进化自己的欲望 调整一下自己的想法 做法 这叫做改变个人的理想 然后把它升华为一种愿力跟精神 这个只有那一份对天的精神跟愿力 才是我们真正能够 发挥最大能量的 那个叫做菩提心 把它发挥出来 这个就是能够找到 在摆扬起我们印尽的本分 所以这里呢 一种自我的调整 这是很多层面的 首先我们应该先进化自己 改变自己的一些想法观念 能够跟道越来越契合 好 今天我们先进行到这边 后面还有很多 我们下次 下礼拜一 我们再继续